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光等不同类型的公共及民间建筑 大师的宏观视野来自于在多国求学与生活经历 在拥有国际视野的同时 他仍然保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 让他在每一项建筑设计中 挥洒出具有国际水准 同时兼顾人文内涵 让我们一起跟着刘建筑师的主人声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开心大家今天一起跟我们收看 静思苏轩心灵讲座的节目 那今天呢非常的荣幸 邀请到的是一位 大家非常尊敬的一位建筑师 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建筑师 明明就是我 真的很期待听他多分享 所以呢特别邀请他来这边 跟大家聊聊建筑与人生 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建筑大师 刘培生建筑大师 清儿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我每次跟刘建筑师接触 都是我的很多很多的学习 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他来上节目 就是来听取 多听听他对建筑美学 然后透过一些建筑作品 来探讨更多的人生道理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建筑师 建筑师其实设计过非常非常多的作品 无数 那您最有印象深刻的哪几个作品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我们在 其实在去年 我们接到了一个有趣的案子 就是在海南岛 是 那叶主方呢 他是希望做一个所谓的残修中心 那我们当然是非常有兴趣 是因为里面牵扯到很多的宗教 以及它的展示空间 然后有一天呢 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他跟我们讲说 建筑师你可以帮我设计一个 堂卡的一个博物馆 我说堂卡的博物馆可以啊 那堂卡的博物馆 通常来讲的话 都是这样放到室内嘛 因为它是一些宗教的一些图绘 那我说好啊 那这个到底那这个堂卡的这个尺寸 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 他说好 这个堂卡我们已经计划完成 抄稿都出来了 那厂卡的高度呢 是1.2公尺 但是它的长度呢 是1666公尺 那1660公尺 事实上就意味着是什么 意味着是四个足球场 那的确他们是需要 三年的时间把它完成就会 那现在目前已经花了六个月 但它已经做了三百公尺了 那他们也是请西藏的喇嘛 来集体会做 但是重要的部分 由它的大师傅来制作 绘图完工 所以最有趣的就是说 你在设计整个东西的话 因为它非常长 所以你要去 去想到说如何 让一个定点的时候 它可能可以到户外 它可以喝杯茶 上个洗手间 或到户外的景观 然后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雕塑 能够呼应到 它的室内的一些宗教的一些故事 那它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就牵扯到很多的 实际上的问题 逃生的问题 它会不会太长了 就人家走起来很累等等 所以我们都要是在每一个定点呢 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宗教的庙宇的设施会出来 让他们可以看看堂卡之后呢 又可以出到户外 然后做一些休息的空间等等 所以就我们设计了12个定点 让它一般的观众可以出来 然后呢 有些人不想看完的时候呢 要如何能够让它带到原点 或者一直带到观音点 然后从那个原点 再有一个潮山步道 一直到观音点 所以说很多的动线路程 事实上我们觉得 非常具有挑战性是因为 业主方完全没有给我们 任何的限制 他就说我就是有那么 1666公尺的航卡 那我希望能够做一个博物馆 所以我们就由这样子的 一个出发点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 就是说给我们的一些资讯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开始去幻想 我们应该如何把这空间 可以造成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氛围 所以它未来有开放给 一般民众这个地方不知道 有 它未来 有 博物馆 它是博物馆 而且它我们是希望 我们跟业主方介绍 建议它是不收门票的 是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空间 是宣扬我们的这个 佛法的这样子一个空间 事实上是希望有很多的观众 他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因为他知道 有这样子很特殊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博物馆 他能够进来 而且希望他从中可以学得到 很多东西 也可以收到很多的感化 对 什么时候会完工 它应该是今年会动工 我们预期差不多两年之后 就可以完工 两年之后就 对 很期待那个事物以待 所以刚刚建筑师 分享了很多部分 其实像这个案子 是用竞标不是的 其实不是 其实是 这位业主事实上 他是从北京过来的 对 那他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 他来找我们 然后希望我们直接就跟他对谈 然后谈完之后 他觉得我们的想法 各方面跟还算是蛮契合的 所以就直接就委托我们再做 OK 太好了 可是很多案子 刚刚听建筑师分享 我知道你们参加的竞标很多 那竞标其实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力气去画 那可是不见得能够得标 是的 那可是这个过程会不会有失落 或者是就是花了那么多心力 然后不见得得标 那 会有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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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我们付出太多 对 因为对任何的一个竞标的案子的话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都会花很长的时间去思考 怎么样可以激发出一些创意出来 当我们想到一些有趣的点的时候 我们就全力以赴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还要把空间的美学 然后让他能够全权的注入进去 所以他特别需要 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投入 然后去能够 希望能够做到最好 当你要做到最好的话 你就知道那个时间是没有办法计算的 几乎 早上也在想 晚上也在想 就那段时间 几乎是整个人是真空的 就你全副的精力都是投入到 那样子的一个主题设计里面去 不断地去搜寻更好的想法 然后事务所会有一组人就跟着 跟着你跑 就是一直去把你的想法全部要马上能够实现 马上用3D动画 或者是用模型的方式然后展现出来 然后测试它是不是你心里想要的东西 所以整个过程里面两三个月事实上是非常的投入 到最后的时候呢 因为你实在太投入了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 你觉得如此的 努力 努力和如此的这种拼命 最后居然没有拿到输掉了之后呢 当然就是会心理上会有失落感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净途失败的症候群 通常来讲的话 差不多对我个人来讲的话 大概是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这段时间是很痛苦的 那心灵上也蛮纠结的 是因为付出很多努力 要放下它 要放下它 但是因为你知道这三个月 不断地思考 你叫你一刹那之间评审完毕 输掉了 没了 然后叫你停下来 事实上是很纠结的 好像还对 很难的 所以应该不想 但是又不能不想 但是又想了之后呢 又觉得说 当然想的原因不是说 为什么说 想的原因是如何自我检讨 就是说在这过程里面 我是不是做到 有些地方做得不足 有些地方应该做得更好 这样子去试 但是在这个思考过程 的确就是整个心情 事实上是蛮低落的 但是这就是一个 很残酷的 也是个过程 也是个很残酷的世界 就是说进途只有一个人因 对 就是说其他人 其实都会要 难免要 要遇到这样子一些 一些痛苦的经验 对 没关系 难过或 有没有得标或没得标 都欢迎你到进十四学 来进下去 来一起来 对 不过 最后我们还是 还是在思考 其实这样子的 所谓的 这个进途 失败之后的 症候群的这种心情 是需要被处理的 对 是需要被处理 你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因为你一直下去 它会影响你下一次 下一个的士气 对 它会影响士气 而且它对你的这个 整个人生来讲不好 是 因为它是 非常的低落 那段时间就输了之后 它非常的低落 那个心情 事实上 做任何事情 应该是开开心心的 所以呢 是为了要去处理这件事情的话 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当做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 其实做到最后 无论输赢 都要能够让自己 清楚地了解到 其实自己在进步 而且在进步 因为在那么样的一个 密集的思维里面 去激发它的灵感 然后做出一样东西 然后让自己满意的 这个是一个 人生在学习里面 是一个很快速的成长 在这个快速的成长过程里面 不论它的输赢 你都在成长 所以呢 即便你输了很多次 并不代表你失败很多次 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输 没有拿到第一名 而承认失败的话 事实上 对自己的来讲 其实不是正面的 所以说我们从正向思考的话 其实最终是 这一次进途 即便失败 但是都是 作为下一次 进途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或者一个跳脚石 或者什么样子 就是它能够越攀越高 越攀越高 那你自己的程度会越来越好 对 不同的学习 有一句话就是说 在做任何事情 不能轻易说 随言 如果你还没有尽心尽力以前 不可以轻易说随言 但是如果你尽心尽力了 结果如何 就只能随眼了 对 对 可是你还没有尽心尽力以前 你不能说随言 随言 可是你没努力 可是像你们努力了很多了 但是最后结果就还随眼 所以我很惊讶 那个客举博物馆也是 也是竞赛 那也是比赛的 而且就是说 在一个很陌生的环境里面去比赛 我们是非常不了解当地的 评选的过程 但是呢 他们是两阶段评审 那我们非常庆幸 就是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是拿第二名的 所以那拿第二名之后呢 我们就觉得就说 大概就结束了 但是业主发跟我们讲说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阶段 是要给领导看的 那所以我说好 那如果领导看 不过我也想说 大概第二名就第二名了嘛 以台湾的经验来讲的话 如果是第二名的话 那个领导绝对 他不会翻案的嘛 就是说因为第一名 第一轮是专家学者 但是到第二轮的时候呢 很有趣的经验是说 因为其他的 前三名的都是在做短片 他们的那个简报的这种 形式跟台湾不太一样 台湾是用PowerPoint 就是口头简报 就是说我可以看到 这个电脑的PowerPoint 就直接去讲 这个所有的想法 那在大陆呢 事实上他们都做短片 做短片的成本是很高的 因为它是需要 用一个电影的方式 然后有一些自证腔员的一些旁白 播音员来帮你讲所有的台词等等 然后又配上音乐 配上动画什么 事实上是非常好成本的 不过那时候我是觉得 其实一个好的设计的话 是可以不需要那么花俏的包装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 其实面对面的沟通是最好的 结果后来那次跟 南京市市委领导简报的时候 事实上其他的两家 都是用短片的 其实短片是我个人觉得 短片的那个效果是不错 但是它没有人与人之间 那种沟通的那种 那种直接的感觉没有 所以我是唯一的一家 上去的时候用台湾的方法 就是用PowerPoint 然后跟市领导说 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博物馆 它不仅是一个博物馆 为什么要打造一个 不一样的博物馆 不一样的平台 不一样的共享空间 如何把博物馆带回家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样子 可以讲到他们的心里 那他们事实上 他们听完三家之后 也做了很多的评语 的一些comments 一些评价 那他们一致都认为 说我们做的这个 所有的想法 我们的设计 我们想表达的理念 的确跟当地都不一样 其实他们也在找一个不一样的建筑师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我们很幸运的 得到了他们市领导的一些青睐 然后他们就把第二名搬成第一名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得标的时候 其实也蛮意外的 对 恭喜建筑师 其实我刚刚问了建筑师那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的竞标案 然后没有得标 会不会失落感 当然建筑师刚刚也给我们回答了 但是我发现了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你们 因为几乎很多的竞标案 你们都得标了 不感到 所以真的是有相当多的用心在里面 好像有百分之九十 那不感到 对 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 其实我们可以比较不谦虚的来讲 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的努力 其实我们非常的用心 我们对任何的净土的话 我们几乎就是把所有旁的事情 全部抛开来 就是专心的去思考 如何能够把设计做好 能够如何能够激发出一种 特殊的一种创意 然后让那个评审委员能够看得到 因为这件事情 你能够做得到已经不容易了 但是你要人家看得到 体会得到 其实更不容易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要绞尽心思 如何把我们的想法 能够很具象地能够表达出来 让每个人都可以体会 体验得到 而只要他体验得到 他就会有机会认同我们 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只是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唯一觉得最遗憾的 其实如果我们的图做完之后 跟输了 跟第一名看了之后 他的确比我们好 其实我都还觉得非常开心 是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 居然有一些其他的人 他有不同的想法 而且我认为他想法比我们更好 那我也算学到一些东西 也不是白费这个时间 但是唯一的就是说 在国内的这个环境里面 国际的净土 因为他都找了很多国外的评审 所以他的公正性 和他的专家学者的比例 是非常高的 有时候是100%的建筑专业 当作他的评审 所以说我们非常高兴 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东西 都是由专业来评审 但是国内的确是有很多的 这个净土 他不是由建筑专业来评审 他是由实用单位也好 或者行政人员来做一个评审 这个我们是觉得比较可惜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做的再好 其实风险很大 是因为来评价你的人 并不是行内的人 他是一个外行人 那他拥有绝对的权利 来给你一个 所谓他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分数 这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你通常 在国内的竞标过程里面的话 有很多净土 他是评审委员 他的名单是不公开的 不公开的话 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实在不知道 你东西做出来的话 是谁来评 这会造成很多的风险 那我是觉得 这些慢慢都会改善 慢慢都会改善 在国外所有的净土 都是评审委员 都是公开的 为什么公开呢 他对建筑师很公平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的风格 跟你的风格 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话 你可以不参加 因为你知道他不会认同你的 那你就不参加 你也知道是谁来评你的 你觉得他不够格 那你也可以不参加 那你参加是因为 你了解这些人 他可以给予 很公平的评价的时候 你心甘情愿去参加 你付出你所有的心血下去 我觉得这是相对公平的 但是如果你完全 对方完全不知道的话 你当然这个投下去的心血的话 事实上他的不稳定的因素 是非常的高 那国内的主办大会 总会给我一个解释 说如果我把名单给你讲了之后 这个评审委员 他就会被人关说等等 那我反问他们说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一个评审委员 他如果没有这种高度 和他的超然性的话 你为什么选他做评审委员 因为评审委员本身的话 他的高度是很高的 他是超然的 他是不为任何的官所所动摇的 这才是一个很好的评审委员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国内在这一方面的话 会慢慢地改 我相信会慢慢地改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符合 世界潮流的一种做法 是 太好 刚刚跟建筑师聊到很多建筑 都是很不同的很多的创意 我就比较好奇 像我一般的人 像你们都是特殊的人 因为有一定的美学 跟美学基础 然后高度的美学 那建筑师如何来建议 我们一般的民众 就是说怎么样去培养 我们自己的美学的提升 整体嘛 大家都也希望说 美学也好 对那个艺术的各方面的 一起的提升 建筑师有什么建议 对 我讲我自己本身的成长 我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一个成长过程 是因为我小学是在台湾 读的小学 然后中学是在香港 然后又到日本去读书 然后再转到法国 待了十年 然后把建筑完成了之后 又到美国去 又读了两年 之后所以回台湾 所以说在我的 这个求学过程里面 不是一个很一般性的案例 是因为我接触着 很多不同文化的 国度的人 然后我在每到 一个新的国度里面 我去学新的语言 因为我有借由这个语言 我可以获得知识 所以在我那个求学过程里面 是非常曲折的 但是也是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我了解了 那个香港的 那个所谓的教育的环境 是在一个非常 中国传统的环境 再加上英国的教育的系统 它是一个中期融合的 这种环境 我是在那个环境 完成我的这个 中学的这个教育 然后到了日本之后 因为我是觉得 这个日本是一个非常 是一个岛国国家 它很多东西 做得非常的细腻 那我那个地方 我学到了 就是说它对于 事情的认真的态度 以及它对于 所有的细部的处理 等等的话 都是非常的讲究的 但是后来我决定 不在日本留下来 也是因为我那时候发觉到 其实日本 它是一个非常自豪的一个国家 因为它对它自己的民族 各方面它都很有信心 所以它基本上 它对于其他的民族 它并不是非常的崇拜 但只有一个国家 就是法国 日本人喜欢法国的美酒 喜欢它的French cuisine 法国的佳肴 喜欢法国的Fashion 它的时尚 喜欢法国人的生活 它喜欢法国的建筑 它喜欢法国的电影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那时候我觉得 如果就是说 因为我在一个国家读书的话 如果它的国家 一般都认为 就是巴黎是一个最好的 最有文化的一个国度的话 如果我当然学习 我当然是希望 是到那个国家去 所以那时候 我毅然决然地就决定了 就停止在东京的 求学 我就直接就到法国巴黎 那法国巴黎呢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 它是另外一种国度 它对文化 艺术之类的重视 在我们台湾 是没办法去想象的 那时候呢 而且那时候 因为我读建筑 建筑事实上 建筑事实在法国 是相当受到尊重的 是因为 只要你出来讲话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你是专业 因为它的建筑 艺术的养成过程里面 是算是非常的扎实的 而且法国的建筑 本身在欧洲的话 就非常的出名 法国人是非常 自尊心非常强的 它对于外来的这种文化 事实上 它是不太容易接受的 但是呢 就是因为 它不太容易接受 就造成了 它本身的传统文化 它的纯度是非常的高 后来因为我也是在大学里面教书 教了15年 其实我们也很有机会 也有这个运气 能够跟我们的新型学生 能够共同来交流 思考 其实我是觉得 台湾的学生 实际上 它的本质是非常优良的 我们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大国 所以说这个文化对我们来讲的话 绝对占有很大的优势 尤其21世纪中国决戏 我是觉得台湾是 是拥有这样子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position 那它要再跟国际去竞争的话 我是觉得是有机会的 非常的感恩 今天那个真的收获很多 相信在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 也真的收获很多 从建筑师的分享 从不同的建筑到人生 到自己的心路历程 那很感恩建筑师 花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 感恩也祝福您 谢谢秦儿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